顺义是近日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业绩。当中,顺义能源038-68股价表现最好,由低位大幅反弹,证明其发电受电的公用股角色于目前波动始终有很强的防守性,加上派息稳定,可趁回吐时低级。 集团去年营业额22.97亿元。按年升33.4%,纯利12.32亿元。升33.7%,每股盈利17.33先。派每股末期息10先。上年同期派8.5先。年同中期息7.4先。全年派息17.4先。按年增20%或2.9先。 表现符合市场预期。期内。全年发电量25.8亿千瓦时KWH。增长43.3%。主要为2020年收购的340兆瓦MW。电站和2021年2月收购的330兆瓦特电站新增的发电贡献。 截至2021年底。公司持有电站总规模达到2494兆瓦特。 较2020年底新增660兆瓦特。母公司520兆瓦特。第三方140兆瓦特。 增长36%。毛利率73.1%。增加0.7个百分点。主要为营运效率提升。成本降低所贡献。 集团今年计划收购不少于一吉瓦GW。电站。同比增长40%以上。其中50%以上来自母公司信义光能。 截至2021年底。由信义光能持有。再见及待见。可供信义能源于未来考虑收购的项目核准容量超过2000兆瓦特。 储备项目充足。根据项目建设进度。预计收购将主要在今年下半年完成。有望支撑公司2023年业绩持续高增长。 集团财务状况健康。截至2021年底。持有现金11亿元。较年中增加3亿元。净资产负债率30.1%。 处于行业较低水平。到年底银行贷款实际年利率1.21%。同比下降0.31个百分点。有望降低公司融资成本。 国金证券预测。假设集团2022-2024年每年收购1年1月1日。2年1月2日GW电站。 2022-2023年净利润分别为15.2。18.8亿元。2024年净利润为22.2亿元。 可分派收入分别对应14.8。18.3。21.1亿元。考虑上市以来高派息比例对现持续性较好。 维持目标价6.9元。对应2023年4股息率。市盈率26.5倍。市涨率3.7倍。 维持买入评级。 13日前6月1日。 13日前6月1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